北大毕业的女高材生 邂逅了一位年轻律师 不顾家人反对 决定嫁给真爱 年轻律师也为了女友 放弃了国内的一切 去到澳洲重新开始 没想到 这对情侣在澳洲重逢不到24小时 就闹出了人命 这场从中国谈到澳洲的跨国恋爱 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悲剧结束呢 欢迎来到凡友所想 我是小凡 2013年2月25号的凌晨3点左右 在澳洲纽卡宿的一处公寓当中 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 吵架的是一对男女 声音很大 吵醒了周围的邻居 不过具体在吵什么 邻居也听不懂 因为男女双方都说的中文 吵了一会之后 还传出了女人的哭喊声 就在邻居犹豫要不要报警的时候 忽然 所有的声音都戛然而止了 邻居心想 估计这两人也是吵累了 熄火了 可还没等邻居睡过去 一阵尖锐的警笛声响起 警察来到了事发的公寓 本以为警察只是上门调解一下家庭纠纷 可是没过一会儿 警车救护车是一辆接一辆的赶了过来 邻居一打听才知道 隔壁竟然闹出了人命 打电话报警的也不是别人 而是事件的当事人 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王兆云 他在电话里对警方承认 他和女友发生了冲突 一怒之下操起了家里的菜刀 对女友下了手 当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后 发现切菜刀还留在受害者的脖子上 根本没有任何抢救的机会 并且受害者身上的刀伤总共有60多处 现场惨不忍睹 警方调查发现 受害者叫吴珊来自中国 持有澳洲永居症 而报警的男子王兆云 则是一名中国公民 一天前刚刚入境澳大利亚 根据王兆云的说法 他和吴珊是一对交往了一年多的情侣 为了和女友结婚 他放弃了中国的一切来到澳洲 没想到女朋友却给他戴了绿帽子 还要跟他分手 他被彻底激怒 失去了理智 警方有些不理解 既然女朋友打算跟你分手 为什么不在你来澳洲之前跟你提 要等到你来到澳洲之后再跟你说呢 对于这一点 王兆云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而吴珊的母亲却说 吴珊本来就有和王兆云结婚的打算 虽然父母并不同意这门亲事 但吴珊一门心思就要和王兆云在一起 还帮助王兆云办理了进入澳洲的一系列手续 而吴珊的父母也并不知道女儿交往了新的男友 因此他们认为 王兆云所说的 吴珊给他戴了绿帽子 只不过是为了减轻罪责 编造出的谎言 因为这个王兆云并不是一个法律盲 相反 他曾是一名毕业于知名大学的律师 怎么做才能减轻罪责 相信他是再清楚不过了 吴珊的父亲还说 这个王兆云是个品德败坏的人 要不是女儿非要跟他在一起 他们做父母的 是看不上这样的人成为女婿的 但问题就是 吴珊也是一名高材生 还毕业于北大 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婚恋市场上也非常有优势 怎么会和品德不好的人在一起呢 受害者吴珊 生于1982年 案发时31岁 是家里的独生女 她从小在北京出身长大 高中毕业后 还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是一名妥妥的学霸 从北大毕业后 吴珊又去到澳洲留学 就读于悉尼麦绝里大学 学习会计专业 毕业后拿到了澳洲永居证 在纽卡素的一家知名企业工作 这家公司叫普华永道 是当今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历史悠久 业务遍布全球 吴珊能进入这家公司 也证明了她的优秀 吴珊的父亲也拿到了澳洲永居证 所以如果不出意外 他们一家人 包括吴珊的母亲 可能都会定居在澳洲 吴珊性格活泼开朗 又多才多艺 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澳洲 她都去过慈善机构做义工 无条件的为他人提供帮助 就是这么一位 要家境有家境 要学历有学历 性格又很好的女孩子 却交往了一位 各方面都不如她的男朋友 2011年 吴珊被公司派到北京工作 工作之余 她参加了一个英语口语的练习聚会 认识了王兆云 王兆云和吴珊同岁 出生于山东宁兹的农村 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 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王兆云和吴珊一样 也是一个学霸 她毕业于厦门大学的法律系 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工作 在一家企业里担任法律顾问 性格比较内向安静 吴珊对王兆云是一见倾心 两人认识没多久就谈起了恋爱 吴珊也搬进了王兆云在北京租的公寓 两人同居在一起 交往几个月后 吴珊就带着王兆云见了父母 她在父母面前把王兆云一顿夸 说想和王兆云结婚 无爸无妈也知道 女儿从小被娇生惯养 没有见过人性的丑恶 因为喜欢 难免会带着一层滤镜看待王兆云 于是无爸就提醒女儿说 你觉得她什么都好 那你能不能说说她的缺点 有没有哪点是你觉得不好的 吴珊想了想说 要说缺点倒也不是没有 就是王兆云这个人吧 心胸比较狭窄 无爸问怎么个狭窄法 吴珊一无一时的说 如果朋友或同事一起出去聚会 其他男性有人如果跟她开玩笑 王兆云会生气 另外如果她单独跟朋友出门 王兆云就会时不时给她打电话 问她在哪 用电话追踪她 吴珊说的都是一些小事 也的确反映出王兆云并不大气 但无爸也考虑到 两人都还年轻 谈恋爱吃点醋也正常 也就没有过多评价 先看看再说 但是无爸不说并不代表这个问题不会再次出现 有一次 吴珊和父亲从澳洲回到北京 吴珊的一位男同事 听说父里俩要回北京 也知道吴珊的男朋友没有车 就主动向吴珊提议 他开车带着王兆云去接机 吴珊答应了这位同事 但回头跟王兆云一说 却惹怒了王兆云 王兆云像是打翻了醋坛子 更像是被人戳了几两骨 他生气的质问吴珊 你是我的女朋友 凭什么让他去接你 难道我没有这种能力吗 吴珊安慰他说 你没车本来就是事实 你来接的话还要现找车 正好同事有车 来接一下不就行了吗 然而 王兆云却坚决不同意这件事 让吴珊拒绝了这位男同事 虽然最后 王兆云的确找到了车 也接了吴珊妇女 但当吴妈得知了其中的原委后 也忍不住说了句 他这人心眼也太小了吧 这将来过日子怎么办呢 不过吴珊这个时候 还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 对于王兆云表现出的强势和控制 他认为是对他爱的表现 并没有觉得是王兆云的人品有问题 到了2012年初 大概是春节期间吧 吴珊也见到了王兆云的父母 两人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不过吴珊很快就得知 王兆云已经有过一段婚姻 王兆云解释说 他曾和一名大学女同学交往过 那个女同学很喜欢他 一直追求他 大学毕业后 王兆云来到北京工作 那个女同学也跟着来到了北京 他当时是出于家庭的压力 和女同学的穷追不舍 才和对方结了婚 婚后不久 两人就因为矛盾离了婚 而他在离婚时 为了弥补对方 把当时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前妻 王兆云的这一番解释 把自己的过错宅得干干净净不说 最后还给自己立了一个好男人的人设 因此 吴珊也没有觉得是王兆云有问题 他认为 王兆云和前妻之间没有真爱 婚姻无法维持是很正常的 而唯一清醒的人是吴爸 他告诫女儿说 王兆云这样的做法是不道德的 这么草率的对待婚姻 缺乏责任心 也伤害了那名女同学 可惜不管吴爸怎么劝说 吴珊就是认定了王兆云 从这里可以看出 吴珊其实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 他不愿意对王兆云的人品 做出不好的猜测 一心只追求自己认为的真爱 他曾说过 他坚信世界上有很纯真的爱 而他找到王兆云 就是找到了生命的另一半 吴珊的想法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纯纯的恋爱脑 只看中恋爱的感觉 没有考虑对方是否是一个可靠的人 吴珊从小到大 都被父母保护得很好 学习和事业从来都是一帆风顺 很少见识到人性的复杂性 在选择对象时 他不看物质条件 也不追究他人的过往 只是在追求理想中的爱情 而相反 王兆云出身底层 又是学法律的 早就见识过各种人性的善恶 对于吴珊这种单纯的女孩来说 简直就是降为拿捏 2012年5月份 吴珊因为工作原因回到了纽卡素 吴爸也陪同吴珊回到了澳洲 但不久后 吴爸被查出患有癌症 吴珊就陪着父亲回到了北京治病 因为要经常照顾生命的父亲 吴珊并没有和王兆云同居 而到了6月份 王兆云就因为出入不正规的场所 被抓进了派出所 某一天 王兆云和吴珊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通话 通话中是充满了甜言蜜语 浓情蜜意 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 但这次通话之后 就怎么也联系不上王兆云 他没有去单位上班 电话也没人接 就连家里也找不到人 吴珊情急之下来到了派出所报案 而通过派出所的查询才知道 王兆云因为到不正规的洗浴中心消费 被当场抓获 判了两个月的监禁 出狱之后 王兆云赶紧向吴珊解释说 他是被冤枉的 他当天没有去消费 是警察打电话让他去的派出所 吴珊问 警察怎么会找到你呢 王兆云说 他的确去过那家洗浴中心 但是是在和吴珊交往之前 和吴珊交往后 他就痛改前非 没有再去过了 他之前把电话留给了洗浴中心 所以警察就给他打了电话 吴爸听说这件事之后 希望女儿能到公安局去证实一下 王兆云究竟是被现场抓获的 还是像他所说的 是被警察叫到派出所去的 但吴珊却不想去证实 他不相信王兆云会做出背叛他的事 因为在他被抓之前 他们刚刚聊了一个多小时 怎么可能挂断电话就去了洗浴中心呢 吴珊还反过来给吴爸上了一课 说如果真心爱一个人 就要学会宽容 允许对方犯错 只要他承认了错误 愿意去改 就应该得到宽容 并允许他改正 这番话让吴爸哑口无言 听起来吴珊的心量是真的大 但实际上 他对王兆云的人品和人格并不了解 只是在盲目的相信 对方和他想象中一样好 王兆云因为被抓这件事丢了工作 花了半年时间 才终于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2013年1月份 吴珊独自回到了澳洲 他和王兆云通过电话和邮件 一直保持着异地恋的关系 但是据王兆云说 当吴珊回到澳洲后不久 就和另一名年轻的华人男子 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而吴珊也经常向他表达 对他们之间关系的不满 他感到了危机 决定抛弃国内的一切 去澳洲和吴珊在一起 重新在澳洲开启他的职业生涯 于是在一个多月后 2013年2月23日 王兆云持有三个月的旅游签证 坐上了前往澳洲的航班 在王兆云办理手续的过程中 吴珊提供了一些帮助 他也期待着和男友见面 但没想到 这次见面竟然会让他丢了性命 2月24号这天一早 王兆云的航班抵达悉尼 吴珊在机场接到了王兆云 两人先乘坐火车 去到了悉尼附近的Hoseworthy 和吴珊的叔叔一家人 吃了个午饭 算是带着男友见了见亲戚 随后 两人又乘坐火车回到了牛卡素 来到了吴珊居住的公寓 这对久别重逢的情侣 在家里亲热一番之后 又在附近的景点逛了逛 购买了一些杂物 返回了公寓 公寓的监控也显示 在下午7点左右 两人还亲密的走进了公寓 没有任何异常 但王兆云却对警方说 他们返回公寓后 吴珊就跟他说 想去看一下 跟他关系亲近的男子 也就是之前所说的 吴珊回到澳洲后 新交往的华人男子 而王兆云 竟然答应了吴珊的做法 这点是最让人难以理解的 王兆云连吴珊 和同事之间的醋都要吃 怎么现在会答应吴珊去见秦迪呢 吴珊离开了一段时间后 王兆云因为头痛 给吴珊发短信 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给他带点头痛药 晚上9点左右 吴珊带着头痛药返回了公寓 并对王兆云提出了分手 两人因此发生了争吵 王兆云说 吴珊多次把他和秦迪进行比较 说他不如对方 让他非常生气 两人吵了一阵之后 就都去睡觉了 到了凌晨3点左右 两个人都醒了过来 矛盾再次爆发 然后就发生了命案 吴珊怎么也没想到 当初认定的真爱 竟然成为了真凶 事发之后 王兆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他先给自己冲了个澡 思来想去后 决定报案自首 在整个的认罪过程中 他也做出了忏悔 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法官认为 从王兆云的过往来看 没有暴力前科 他的性格也比较内向安静 不是那种暴躁一怒的人 也没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所以这次的犯罪行为 可以理解为是一次情绪的爆发 是激情犯罪 他刚刚从中国来到澳洲 还没来得及休息 吴珊就对他提出了分手 他在感到震惊的同时 也产生了无助的孤立感 最后失去了理智 犯下了罪行 不过这种解释 是建立在 法官相信王兆云的 说辞的基础上 他究竟是因为什么 和吴珊发生了冲突 在冲突中 吴珊有没有说一些 刺激他的话 其实并不清楚 法官相信的 只是王兆云的一面之词 2015年4月 西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 判处王兆云20年有期徒刑 15年不得假释 法官表示 如果不是看待王兆云认罪态度良好 他将被判处27年监禁 这期案件也提醒各位 在选择恋人时 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管多么喜欢对方 都要看看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好了 看完整个事件 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